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又來到年度最愛系列 今天是說化妝品 我現在面上這個頗為自然的妝 其實是用了我今年一些很喜歡用的化妝品去化 如果你有興趣這個 topic的話 那我們就現在開始化妝吧 好,又回歸到我的素顏了 現在剛剛起床,所以聲音可能還未開 大家不要介意 我們現在第一個步驟就是遮瑕膏 我一定會先遮瑕我的黑眼圈 今年最喜歡的遮瑕膏 就一定是Tarte的這支shape tape concealer 我用的色號就是medium 它的質地是非常creamy 不是很流質的 推的時候是要快一點 你會看到其實它都設定得很快的 我喜歡它是它的遮瑕膏 非常之高 你看到是這樣點機,很薄 然後用尾妝蛋這樣推開它 這樣一層它已經可以遮到六成以上的黑眼圈了 有很多人對它的評價都是說它很厚 或者是它很乾 乾紋會塞進去 那這兩樣東西都是要推得快 和塗得薄就能解決到的了 如果是遮瑕膏的話 我會另外用sha shadow的 雖然它說是一個粉底 但是它的質地是非常非常之像遮瑕膏 這樣一眼狀的 那你看到這會出來 塗在手上 它是很高狀的 很creamy的一個質地來的 那所以呢 它的遮瑕度是非常之高 但是如果遮抖印就不會很乾 但是如果是黑眼圈的話 我就覺得有少少太乾了 你看到我現在這粒是很大的 點一點再拍開它 基本上已經遮到五成以上的了 然後到粉底方面 我今年也review過很多專櫃的粉底了 其實我覺得每一支都有它們不同的好用 不同的情況,不同的天氣,不同的場合 我都會選不同的粉底 所以對於我來說那幾支專櫃粉底 是沒有一支算是我最喜歡的 它們只有最適合的 但是有一支粉底 其實我都很常會想起它 會想用它的 就是Excel的這支Skin Tin Serum 它是牙膏的質狀 你會看到它是有少少流質的 好像第二層皮膚一樣的 它是有少少妝感得來 但是絕對不會厚妝的 而且用這支粉底真的很方便 這樣呢 這個折涼行 額頭之一行 這樣拉下來 然後這裡畫個微小線 基本上我這樣就可以一路拍去推開粉底了 它不需要像某些粉底一樣 一折完就要推開,一折完就要推開 它的保濕度是很高的 無論春夏秋冬用呢,我覺得它也可以的 你近看會看到自己皮膚的質感 它不會浮粉,不會一塊塊,不會看到很厚的粉感 但是相對來說,遮瑕度就有少少低了 你會看到我這個斑呢,仍然是很明顯的 不算很遮瑕 它純粹做到一個均勻的膚色 然後提升了皮膚質素的效果 定妝的水份方面呢,我也是覺得去年用的HOUR GLASS 是沒有人超越到它的 所以今年就重決了, skip了這個步驟 接著就到滑眉了 我之前一直最愛用Opure的這盒眉粉 其實到今年我也是覺得它非常好用的 但是年底呢,它就有少少被Kai Beauty的這盒眉粉打敗了 我覺得其中一個因素可能是因為顏色試的 因為我頭髮已經染了啡色 這個的啡色其實是有少少淺色 你看到我有HIT JAPAN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用的 但是Kai Beauty就會比較偏向灰啡色 所以畫出來會比較自然、柔和 沒有那麼寒,是那種彩妝感 所以它最近就有打敗了這個Opure 我今天就用它來畫眉 你會看到這條眉是好像完全是自己生出來的眉毛 畫出來的那種自然感是非常漂亮的 還有這個海面棒是可以把顏色推一推到眉頭 眉頭就不會很突然 然後很自然地畫出來 還有我發現用這個眉粉的畫眉 我是不捨得上眉GEL的 我覺得它真的很漂亮 這個效果 然後鼻影方面 其實我也有用MAC的Omega 即是我上年的最愛 但是我發現其實如果我用MAC的Omega 那天的影片或者我出門 一些朋友都會說 你今天的鼻影好像深色了一點 就比較容易重手了 我今年就發現了用16版的鼻影神器 那它的灰色就會比較溫柔 比較自然 就不會去到那麼浮誇的 所以我不是真的好像它官方教學 這樣畫一畫 然後馬上打掃 鼻影出來的那種 不是的 我的鼻是很扁和很闊的 所以我做不到這個標準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它中間的白色那麼大 但我這裡很闊 根本就不是一個適合的層級 我自己其實純粹不用它中間那一格 我就是這樣拿它最底的格 來回去掃 然後就這樣掃鼻影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它是自然地做了這邊高了的效果 就不會說你變了阿梅的感覺 接著就輪到眼影了 其實眼影方面我今年買了多個10盤 然後你要我選擇只一盤兩盤 是很困難的 因為有很多我也很喜歡 但今天這兩盤 一盤是比較完全想不到 我純粹是很隨意外出外 或者下班 約了朋友吃飯 我就會用它 另一盤就是如果我想不到化妝 但我想少少玩 有不同的組合可以給我做一個創意的 combination 我又會選擇它 那就是我手上的這兩盤 自然妝方面我挺喜歡這個 iMimi的盒牌眼影盤 這個色號是2號色 你看到它本身已經有鏡 顏色非常粉嫩自然 而且它這個淡淡的胭脂 其實我都會用得到的 那我一開始就拿了中間這個粉紅色 那我現在快速化這個妝 給大家看一下它有幾次 接著 接著拿這個 我是不可以用那些太淡的顏色 做到一個反應的 因為我眼期比較暗 而且比較深 如果不加重一點的顏色 其實就好像完全沒有塗過 上眼睛的感覺 所以我怎樣都要加一些 有色系的顏色 然後就會用這個 你看到都用得很多 開架牌子來說 我覺得它這個眼影這一盒的質素是不錯的 最後我們用眼皮打底色 還有這個打亮色 混合在眼頭那裡打亮 還有一點在眼皮中央 這樣就可以打造了一個非常自然得力 又不會只有大地色 又可以有精神的眼妝 另外創意盆方面 就一定是Beauty Bay 出的這一盒 有幾隻顏色 我都不記得了 一打開裡面的顏色 是多到這樣的 那我今天就不用它了 我之前也拍過一條影片 是顯示它們這些不同的質地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雅色 打底色 珠光色 閃粉色 都有的 雖然說它的粉質不算是極度細緻 但是它的價錢實在太便宜了 所以絕對對得住這個眼影盤 它的妝效和質感 眼線方面 今年還是最喜歡用Moderna 到現在都是沒有任何的顏錢 不可以打敗到它 所以我又快速畫了 Mascara方面 其實今年最喜歡的 都會是Opera的 這支My Lash Mascara 我自己覺得它是可以做到 纖長、捲竅 然後每一條都可以這樣竅上來 好像太陽花一樣 雖然它的增長效果就沒有太多了 但是它的效果都是自然得來 非常有看頭的 而且它這個刷頭是超級優身 所以是很滑得來 不會容易碰到眼皮的 不過你看到這支這麼骯髒 其實我要扔的了 它已經開了很久 不可以再用了 而第二 最愛就是這個 Maybelline日本版的 Hyber Curl Power Fix Mascara 它一樣可以做到很根根分明 然後捲竅 很輕身的效果 但是唯一它輸給了Opera 就是它的刷頭比較粗 有時候太多手殘的 都會放在下面的眼皮上 但是它的效果一樣很好 所以今天就用它了 然後就到胭脂了 之前有說過 我很喜歡Chartubry的 這款乳頭胭脂 它是雙色胭脂 我用的色號是Astasi 是非常自然 沒有界線感的 你可以留意我 上一個月的最愛影片 對 就會提到它 今天就有個便宜一點 也是我今年很喜歡的 胭脂 就會是HEMI的 這個06號色 對了 你會看到它雖然小小 有鏡子 我在台灣買 應該是50元有抓的 粉質算細緻 但是磨得出是一個開架的粉質 就沒有Chartubry的那麼幼滑 這個顏色是很適合 這個秋冬用的一個 焦糖珊瑚色 你會看到一拿粉質 其實都很容易拿的 所以只要靠一靠它 然後塗上來 顏色是有緣起的 就不會有色快感的 雖然就沒有去到Chartubry 那麼自然透出來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個顏色是很漂亮的 而且很多眼妝都能保持到 而且特別是我黃皮膚 健康膚色的人去塗 是很漂亮的 顏色 我自己就喜歡 拉一點點 一塗到這些偏橙的顏色 拉一點點在鼻樑 就會很自然 然後打亮方面 今年真的很喜歡 Essence Glow to Go的打亮款 它裡面這四個顏色 是所有不同膚色的人 不同狀態的人都能用得到 看到這麼深的顏色 好像很恐怖 但其實打亮出來 是非常之自然的 但是就會有這個打亮的效果 不會突然白色了一度 你知道我這些健康膚色很皺 就是有些太白的打亮 整塊臉都好像不適合色 它就不會的 這一邊呢 我就會用另一個選擇 因為始終這些粉狀的打亮 其實不多不少都有機會會顯毛孔 但是另外這一款叫Nude Stick 它就可以解決毛孔粗大的問題 它是一個液體的棒棒的打亮 你看到它是非常liquid和薄 我的用法呢 都會在這個C字的位置 一直點上去 因為它是liquid狀態 你會看到完全沒有顯毛孔 這邊是粉狀 不多不少有那個粉感的出現 好了 我現在是隨意拿一支唇膏去塗 因為今年用過的唇膏 其實真的有很多 不可以就這樣拿一支或者兩支 就說是今年的最愛 我真的不可能 所以應該會另外去拍片 大家等一下 我要去收拾一下 還有想清楚 究竟哪幾支是我覺得 最值得跟大家去討論的唇膏 好了 我今天就用了我2019年年度最愛的化妝品 去化我現在面上這個妝 不知道大家今年有什麼化妝品是特別喜歡用的呢 都可以分享告訴我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條片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加幅 即是6月到3天和7月到12天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